歡迎我們馬光輝涵的也是我們前任總理理事長 黃武祥和華理事長為我們勉勵幾句 我們今天的郭理事長 然後各位貴賓全聯會的張建事長 我們剛剛好評的陳主委 然後各位貴賓然後兩位主持人 各位來賓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們又來到一年一度的高豐瓶中藥國藍會 這是算在高豐瓶當中一年一度 中醫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在幾年前我們要推廣中醫中藥 就覺得很多民眾可能對中醫中藥並不是很清楚 那經過這幾年來我相信大家也慢慢會發現 這個五千年的我們的文化 我們的老祖宗的好東西 也為民眾接受 那今年剛剛張監事長也有提到 今年的諾貝爾醫療是由中國的圖女士所得到 那我相信大家各位民眾可以多利用中醫中藥 一定可以健康得到保障 然後可以生活越來越順利美滿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